好 台北市的選情呢 來看到的是候選人陳時中呢 他要推的是公共廁所要裝的是免治馬桶 這消息一出呢 當然是有人贊成了 有人不贊成 不贊成的居多 因為公共廁所 公共廁所要裝免治馬桶 感覺維修起來比較難 而且破壞率似乎是比較高 好 但不管如何呢 就是他的政策之一 他同時呢 還跟四叉貓合拍了影片 但這影片當中呢 又出現了一些些爭議 待會帶你來看 好 那麼他的免治馬桶 獲得了對手什麼樣的反應呢 蔣萬人認為啦 你的配套措施應該要說好 黃珊珊認為這是華而不實 那麼網友怎麼看呢 他說應該很快會壞掉 因為我第一個想到也是這樣子 因為畢竟 還是有人沒什麼有公德心 而且免治馬桶一個這麼貴 那壞掉之後怎麼辦呢 是不是市府的預算又要再增加 怕會一直修不完 還有呢 這個就是什麼 支票開再多 不如把疫苗的機密直接公開 讓他匹匹比較好 還是顯著在他的疫苗 這個封為機密 不如趕快公開啦 這個免治馬桶 倒是覺得還OK 那會不會之後再增加什麼 名床啊 淋浴間 網友們都非常的有想法 好 那麼我們就來看到 剛剛不是講到了嗎 他的宣傳影片當中呢 為什麼會引發爭議 看到沒 他跟四叉貓 一塊來合拍的這個 他要推廣免治馬桶的影片 但是呢 你看這個四叉貓 他是坐在馬桶上面 可是陳時中在幹嘛呢 他在隔間當中啊 有一個探頭的動作 這個動作 你會聯想到什麼 感覺啦 平常就是一些你知道 變態人士在公廁 可能會有這樣一個 偷窺的舉動 所以他這個動作 讓他覺得 嗯 你是在提倡偷窺嗎 所以台北市議員 許曉晴就認為 你把偷窺 別人上廁所的影片桥段 放在你的宣傳片當中 就是災難吧 把騷擾當成是有趣 而陳時中的團隊 其實後續也接到 很多很多類似 這樣的批評聲浪 所以這一段 你現在在他的宣傳影片 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別忘了 現在大家截圖 保存得很快 所以還是被留下來了 所以你看 原本陳時中上來 是給人家非常沉穩的形象 那麼這一支宣傳片 出去之後呢 好像第一個形象就是 他是不是變態大叔啊 好 那麼今天陳時中 自然也會被問到這一題 他說呢 其實已經做了一個修正 他當時會這麼做 影片要表達的是呢 讓大家使用起來 是更方便的 強調的是他的方便性 但是蠻多人 不是這麼看待的 像新議員游淑慧 他就呼籲陳時中 不要滿腦子天方夜談 難道當過指揮官的陳時中 真的像網友說的是草包嗎 第一個我們有接到一些反應 對影片的橋段 大家有一點意見 那我們也立即做相關的修正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我們早上也講過 免治馬桶 不只是一個免治馬桶 單一的事情 免治馬桶代表說我們的細心跟關心 然後關心是什麼 大家使用的方便性跟安全性跟清潔 所以這是一體的 不是說做了免治馬桶以後就不顧清潔了 這是一體的事情 就是說關心公測 關心他的整體的一個方便性跟他的安全性 看來陳時中對台北真的很不了解 所以滿腦子想的都是天方夜談 他與其去在意屁股以下的東西 還不如去在意市民怎麼樣填飽肚子 陳時中沒有辦法解決年輕人住不起的問題 只想要讓年輕人上廁所上著舒服 我覺得這對年輕人來說是本末倒置 每天在那邊瞎逛瞎扯 逛網夜店去逛酒吧 然後提出這個華爾不實的政見 真的讓人家覺得啼笑皆非 難道我們曾經當過指揮官的這個陳時中 真的是像網友說的是一名草包嗎 你怎麼看陳時中的這個宣傳影片呢 歡迎在聊天室當中寫下你的意見 待會兒我們來看 剛剛呢不只是台北市議員看不下去 連醫師蘇一峰他也在他的臉書上面po文說 陳時中呢跟四叉貓合拍影片呢 還以為是網友惡搞 就沒想到還真的耶 兩人是一起合作 結果你看他底下hashtag什麼 這畫面太美我不敢看 當然是反風的意味很高 還有呢市政廁所偏是南上加南 我終於找到了超越寒島的天才呢 就是陳島了 還有呢公廁用公共馬桶的噴頭 他想到就覺得嗯可能有一點毛尾心喔 好接著來看台北市長柯文哲他要怎麼看呢 他覺得啦最近的陳時中呢好像的走的選舉的宣傳路線呢跟他一樣 比方說呢他去這個彭治酒吧去學調調酒啦等等喔 意思呢就跟他還是這個之前選的路線是蠻像的喔 他覺得啦人家是你是宿租啦 不要把人家當作是林志玲這樣的模仿喔 好那看到這邊的時候呢 免治馬桶他怎麼講 他覺得啦只有執政的時候啊 才有所謂的實際的經驗 他這樣子拍影片做宣傳呢 只是一個宣傳效果 跟實際上你知道是搭不到的 反倒是一個負面的效果 什麼樣的效果呢 會讓你的選舉事業變成是你的表演事業 因為大家都已經忘記你的本質到底是要幹嘛了喔 所以呢對於柯文哲對於柯文哲的表態 對於這個陳時中提出的免治馬桶 每天拍影片的做法 我們來聽聽看柯文哲怎麼說 我還是覺得啦 我們現在就是每個都在問說誰選得上 從來沒有人在問說誰會做得好 那所以後來就變成 這選舉已經變成是一種表演事業 就是要炫耀那個廣告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常常講一大堆執行力就是很差 這是我至少當台北市長這幾年來的經驗 你看國家的每一條計畫 我講一大堆 時間到那預算執行力都很差 所以是這樣啦 所以沒有 但是我這個是我個人的抱怨 不過是這樣啦 我相信這樣 台北市民還是在台灣還是平均數值最高的啦 所以台北應該要有能力去逼迫這些候選人 你們就來做政見的 做政見的辯論 每天每天拍影片 這不在 好 您同意嗎 如果你每天都拍影片的話 如果你是選民 你認為你的候選人 會不會這政見會失焦呢 好 剛剛台北市長柯文哲 已經表達了很清楚了 好 那想到這一次的這個陳時中的選戰路線 來看到他要鎖定的是年輕人的票碼 所以要做些年輕人喜歡的事情 去年輕人多的地方 他去拜訪了同志酒吧 然後去學調酒 要走近年輕人 柯文哲看到之後 他認為他的選戰的走向 跟他當初也是一樣 只是他柯文哲當初沒去同志酒吧而已 他認為就是要拉攏年輕人 但是這條路很寬嘛 大家覺得怎麼講 他說你明明就是個訴諸 卻是要把自己演成林志玲 不要強 不要讓自己那麼的為難好嗎 也不要讓別人覺得有一點難堪 不過對於柯文哲這樣的比喻 訴諸變成了林志玲 陳時中在被受訪時他就問到 他認為這樣的比喻其實是有一點歧視的作用 不應該是這樣 那你怎麼認為呢 你認為陳時中在你眼中是訴諸還是林志玲呢 歡迎你寫下來 不過我後來發現你知道他那一套 後來我們大概查個過了 他走的路徑跟2014去的地方都差不多了 那種方式 這叫網紅帶網紅 就是讓他去不同的地方 那就雖然是小眾 那把每個小眾的票加起來 所以後來發現他的選戰的那種MOTO跟 那種蠻像的 唯一沒有就少這一趴 到同志酒吧這一邊 不過是這樣啦 我們說眼雖然是說人可以細路寬廣 但是也不可能這樣 你明明就訴諸 他演成林志玲 這也是跟人設倒不起來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們對這種廣告 如果跟人設差太多 你覺得真的還有用嗎 海黃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